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這次為了避免影片又變成了歡樂大禮包的開箱 所以會適度減少一些看起來又是低冷的遊戲 台灣方面千年之旅即將開啟台服 台灣代理是香港商英核數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實際的運營商為異性遊戲 是中國電信跟網易合作推出來的遊戲平台 當時陸服的代理是B站 我還以為這次海外也會給他們推 不知道是不是代理非談不攏 還是B站對這款也不抱希望 所以這次換人出場了 喜的是死神手下的亡魂又少了一位 非的是又多了一位死神 遊戲之前已經評測過了 這邊就不贅述 劇情大多數上的雷點都已經修改了 不過美術在2D跟3D都不統一 看了還是多少會讓人感到難受 撇除這些 如果你喜歡後宮像美少女遊戲應該會很開心吧 廣告各種又大又色的照片 誰看了不心動呢 不過陸服在去年8月公測 現在已經處於涼涼的狀態 如果這波海外沒做起來 大概又只是一款電子器品吧 而這樣看下來再搭配B站近期的 ML輿論就非常有趣 即便市面上已經有符合需求遊戲 但用戶錢包又不爭氣 這樣的市場反饋 叫廠商怎麼投入呢 再來就是王一旗下的逆水寒手游 正式宣布要來台上架了 台灣代理是N遊戲 那就是一間代理毯 懂得都懂不用多做解釋 之前我也講過了 早幾個月就已經有不少自媒體在發各種廣告的軟文 肯定是在醞釀什麼 這不就來了嗎 怕有人誤會啊 我還是要再提一嘴 這款商業模式跟早幾年推出的PC版是完全不同的 PC版是跟偏向換皮ML那種 廠商會帶頭販賣數值的路線 手遊版的話則是貼近早年PC上的ML 客金影響的比例會比較低 中文的品質是能屌打入珠一些換皮遊戲 不過就算被網友誤會或者被罵 也是廠商你們自找的 遲來的迴旋標罷了 一直以來都太愛搞碰瓷跟名不符實的行銷了 跟台灣那些搞虛假詐騙的廠商差不多得性 不然也不會號稱600人6年11的射雕 成績卻遠遠不及500人4年7的逆水寒 同樣的方式真的多用幾次就沒用了 真不知道何年何月你們才能不靠這些行銷手段 雖然逆水寒在去年公測成績很好 但現在宜夜已經進入疲軟期了 成績也已經掉到巔峰了三分之一 之前還說這款至少營運10年再這樣掉下去的話 也沒事早就賺爛了 換了口號接著喊 再出下一款700人8年12億的順活暖就好 信徒依舊會趨之落伍 不過王毅真的挺愛搞水軍文化的 希望你們到時候可以別找一堆人在我影片下面洗 我可承受不起 接著是正版授權的惡魔獵人手遊版 在本月11號推出了亞洲服 之前我也聊過這款遊戲啦 陸服是早早就被廠商玩壞 現在就只玩靠海外玩家回回血了 較早推出歐美服反響其實也很一般 現在看日服的風評也並不是太妙 可以開始嚇住他跟獨自升級 誰會先官服了 再來是英雄傳說 閃尸軌跡北方戰役 即將推出國際版 有印象的話應該聽我之前講過 遊戲是台灣宇峻奧丁開發 在去年12月上架日服 今年1月也推出了同名動畫來拉抬人氣 遊戲是常見排兵布陣加放置 美術算不上多頂尖 UI設計方面也偏老日式那套 不過現在是一個難得的台灣製造啦 目前日服的成績還算穩定吧 當然如果是以IP改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有點差強人意了 喜歡這IP的話可以考慮去日服看看 畢竟台服的話 懂得都懂 再來是洶湧海豚 Dolphin Wave的台服將有大語資訊代理 一款優點很大意義明確的遊戲 廠商這個諧音slogan也蠻有梗的 我挺喜歡的 日服在22年10月上架以來 曾經還算穩定 在日本知名的DMM平台上 PC版上的人氣榜也算靠前 但以數據來看並不算是涼涼的遊戲啦 不過可能跟你想像中的好玩會有所落差就是了 可以先去看一下日版的狀況 看遊戲是否適合你 再來雖然是陸服停服 但跟台灣有關的食物語 上個月陸服代理騰訊 宣布在6月18號停服 但有提到廠商會再招推出另外一款食物語飯飯版 目前開發團隊公告 這款將會是完全免費 等到時候再看看是真是假了 不過都沒錢了還能搞這些 是真的在用愛發電還是之後又來一個繪圖轉身呢 因為有消息指稱公司的財務出了問題 原廠百傲近年來的財報數據下滑 外交去年還直接把已經研發3年的 時序殘響直接避掉 可謂損失慘重啊 反正後續再看有什麼消息吧 雖然台服的代理魔方在上個月18號就馬上發出公告 說早就已經跟原廠續約 遊戲會繼續運營 請各位不要驚慌保持課金 但明年人都知道 一切都只是公關話術 請不要傻傻以為合約都是以一年為計算 用天來簽訂的都非常的正常 更別說魔方本來就是前科滿滿 甚至有的廠商在遇到營收不理想 開服後沒多久 馬上關服的也並不是沒有案例 且不管續約多久 代理商實際能做的非常有限 充其量也只是產品溝通的窗口 最終還要看營收表現 能不能讓原廠滿意繼續更新 看看隔壁的宿命回想 沒日方跟營收的資源 現在就是掉在那邊判死刑罢了 而目前食物語的外輔成績也並不是多理想 如果之後再沒有明顯起色的話 未來沒多久還是會出現一個艱難的決定 然後再請各位支持下一款遊戲 再來就是我FB看到幾個髒東西 御神召喚師M 又是盜用必然航線 又是盜用雷索納斯 這種答辯就別碰了 動漫大亂鬥 英雄集結 不可能有正版授權的盜版 果斷檢舉了事 天界X 你廠商還真是敢到啊 連你們老大騰訊都不放過 小心南山必勝客出動 赤熱戰機 一款來自中國的幻皮 看了目前以上線的國際服 我個人推測這款大量使用AI匯圖的產品 而且做工也挺廉價的 明顯就是來潮短線的 再來是中國方面 不少人留言問的 就是關於成白境遇 熱度回漲的問題 中國那邊一堆沒正式的輿論 我就不討論了 單純講一些我看到的遊戲狀況吧 自從我去年做完遊戲評測以後 我其實還是有保持上線刷刷活動 或者清日場 後續幾次雜談也有跟進他們的現況 像現時的冬天 遊戲中卻是下火 或者還沒年初就開始提前過年 曾經一度讓人以為是不是要跑路了 不過營運團隊的態度 一直以來都是比較正面積極的 像開服比較多人詬病的美術渲染問題 在後來的幾個版本也已經調整了 比較直觀的就是增加角色的描邊處理 這對比圖一看就很清楚了 部分顏色也調得更亮更鮮艷 讓觀感上更好 那題外的話 建模是建模 渲染是渲染 簡單比例的話 一個是形狀 一個是上色處理 實際上他們的建模是完全沒有動的 以及發現有輿論準備燒起 廠商就馬上直滅玩家 在三更半夜直播 包含在一些重要的季節 在遊戲內發一些信件來討好玩家 讓同樣是一拳一拐 在不同遊戲卻有不同的解釋 甚至把未來一些 可能會引起的爭議的難力會 都果斷刪除了 完全不留畫柄給別人 角色外觀的設計更加開放 但其實遊戲除了開服那個米其林外觀外 它本來其實也並不知道多肉粽啦 後面更多的加強像是運鏡 休息室的互動設計等 以及我之前曾提到過的缺點跟不足 也在逐步的優化 這也算是遊戲人少的優勢吧 改動的大方向會更加明確 不會出現多頭馬車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剛好某間廠商不爭氣 就是那款少女權限2啦 明明有著數一數二的美術基礎 但內部從上至下 由內而外的混亂 導致遊戲後續爆雷 而並非預期著爆火 當初立志要做二遊標竿 沒想到結果只是立了flag 再到近期陸服各種二遊輿論 讓那些本就瞬移風潮的遊戲 走進大眾的視野 而這遊戲的美少女家TPS玩法 在當時除了同期的卡拉比丘 也並沒有對手 在選題上天然也比別人有優勢 所以一開始我也並不覺得這款遊戲會爆死 甚至卡拉比丘主要是以PEP玩法為主 核心用戶完美避開 順帶一提卡拉比丘也準備推出海外版了 最近也開始內側 但遊戲的平衡跟後續產能並不算太好 外交問題也依舊很嚴重 未來上線也是挺令人擔憂的 最近還因為要推出反派小男孩 起了一波輿論 最後被各方網友言上到放棄 其實廠商當初就專攻PEP就好了 非得全都要但又把握不住 讓人抓到辮子就很難收藏了 說了一些遊戲比較正面 我們還是要回歸現實討論 現階段熱度漲的比較明顯的是弱服 流水趨勢也爬回到去年8月的1.1版本 各方面上漲對廠商的嚴確實是好事情 但又並非完全的好 未來難保不會被輿論返持 海外方面雖然也有微幅提升 但開副以來的整體營收還是比較平緩且偏低的 主要還是色色的選擇太多樣化了 不管是2D還是3D 都能讓你1D不剩 如今美術設計方面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唯一賣點的TPS玩法 在目前手機上的優化是真的不太行 雖然官方之說營收主要來源是電腦用戶 但畢竟手機群體是遠大於電腦群體的人 尤其是在中國市場 搞好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難保未來不會有人跟你競爭 以及老生常談的 陸服存在被莫名和諧、舉報的風險 前陣子還將遊戲分級向上調 讓未成年不能註冊遊玩 不過這也只是配合政策上的限制 實際上並沒有限制自己的內容 這也不是第一款被迫分級向上的遊戲 像是20年騰訊旗下的《國王一夜之戀》 就有相關的限制 而且遊戲越是處在風口浪尖 越是容易被針對 不論是來自政府單位或者友商 像之前交錯戰線就被搞到下架過 尤其負面輿論戰在中國非常的常見 或者保護費沒有繳夠就有準備被打壓吧 不然隔壁的幻塔尺度也蠻大的 也沒見他出什麼事 另外就是營收數據層面吧 像我剛提到的少前二 在陸服的風評口碑 雖然看起來很爛 但在開伏的表現 依舊很甩成牌進去N條街 即便後來萎靡不正了 也還是能鬥得不分上下 不過當然少前二成本明顯是高於成白的 如果再這樣下去 肯定會影響後續的更新 以及海外發行的步調 但現在成白也需要向上提升 未來營運才會更加穩定 就有時候不要單看網路輿論是怎麼樣 能不能運運下去 還是要看長期的商業表現 不然叫好不叫做也沒啥屌用 接著是絕驅靈 根據蘋果商店公布的預計上限時間為7月10號 比我推測的時間還早了不少 那這時間差不多是自家原神的版本末期 可以很好填補營收上的缺口 那因為我也沒有抽到測試資格啦 實際的評測就等上限後再說吧 再來是碟子與虛化無影廳開發的 暖暖IP續作 無限暖暖開啟的第一輪測試 遊戲是以換裝為主 戰鬥為服的女性向開放世界 這在目前手機市場上是比較少見的類型 不論用戶跟畫風的針對性都比較明顯 千萬不要小看女性用戶的課金錢力 真要課起來也是可以比男人都瘋的 不過依照目前的遊戲完成度 公測大概也是明年春暖花開之時了 但我大概率是不會成為這款遊戲的受眾啦 這可能之後就簡單隨意聊聊吧 再來是心動的一色重啟日的二冊 是心動前幾年就開始籌備作品 遊戲為回合自家推官玩法 還有一些輕量的商庭探索元素 主要賣點是多人PVP這塊 設定方面是有點像陰陽師或者魔靈召喚靠攏 就看未來的養成跟付費點會不會太坑吧 畢竟心動一直都是很薛定格的廠商 能把遊戲做得好 卻也能同時得罪玩家 這邊就先插個棋吧 看未來會先抽到山側或者公測再來品一品 再來就是之前有人問過的海賊王夢想指針 這款本來是智傑跳動的產品 後來他們業務調整後輾轉跑到雷霆遊戲手上 不過智傑跳動當時是有大筆資金給開發團隊隨意燒 我是不覺得換到這間廠商手上會被好好對待啦 大概只是拿個成品來割韭菜炒短線居多 整體就是低配版旗大墜 但弱化了策略性 完全像素質放置卡牌靠攏 商業模式也直接一個雷霆化 IP始終粉以外應該沒幾個人扛得住吧 隔壁騰訊的航海王雄心壯志看了都笑哭了 未來上架海外機率應該挺高的 各位大祕寶等著被發現吧 那日本方面我看了一下排行榜 除了惡魔獵人以外 他有一款是台府已經上架過的HEAT 2 這款就算沒有玩過 也應該看過不少廠商拿來盜用過 之前我也講過好幾次了 但139最近那款雇用者傳說 晉級不是開始衝擊各國排行榜嗎 於是同行三季互語也坐不住了 推出一款類似的Oops Dragon來抗衡 預覽圖一看明顯就是仿DQ的 而且還是AI生成的爛圖 細節放大一看一個崩 遊戲畫面也是挺廉價的 就靠這個鬼東西 如果你不學1399鋪天蓋地的雜廣告 可是一點水花都見不起來 廠商請加油 再來是貓咪大戰爭IP改編的放置續作 一款我不會念的遊戲 在月初上架 遊戲開發是曾經參與貓咪大戰爭製作的森田桂文 他在2016年離開公司以後獨立創業 波新公司推出的幾款作品 並沒有大賣 也沒有再超越過去了 那這次作品單論賣相上也比較普通 保持說跟了很多路版的幻皮遊戲差不多 可能這次商業成績上也並不會太影響 再來是台灣傳奇的晴空物語的手遊版 這個月也開日服了 台服是在去年11月21號開的 去年還有人留言問過我 但我對這遊戲只是一點興致都提不起 連碰都不想碰 那現在台服的成績也是挺慘的 當時亞瑟傳奇還勉強撐了一年多 就不知道這款能撐多久了 傳奇這間廠商也很魔幻 官網用了很多AI未十足的宣傳圖 也不像那些搞詐騙的廠商 怕放了實際畫面反而沒人玩 你對自己用戶目標應該很明確 既然3D美術沒有優勢 就把懷舊位做足就好 像隔壁希望M 就算歌樂再歌 粉絲依舊會挺好挺滿的 也是令人感嘆 當年台灣MLO市場的佼佼者 現在居然淪落至此 韓國方面一款是全球同步上架的 阿斯達年代季三強爭霸 這遊戲就很Netmarble啦 應該是不用我多做介紹了 另一款是Light of Stars 一屆在韓國做廣告行銷的廠商 在2022年成立的子公司推出了新遊戲 目前在韓國跟歐美幾個國家推出 美術跟千年之旅的風格有得拚啊 也是2D與3D的不協調美 讓你不知道該印的是拳頭還是小頭 玩法為即時塔房類型 具有一定的手控要素 成品雖然放到2024年並不是很能打 但以新廠商而言也算是不錯的開頭了 至少不是一眼連假的放置 希望廠商為了把技術實力推上去以後 能給市場帶來一點新的變化 不過目前這種即時塔房的玩法 我是比較喜歡白金回廊啦 雖然它在美術上並不是特別討喜 然後瞥一眼我卻還看到 錄製的原進化在3月的時候居然上限韓服 當然也是被韓國不少自媒體點出 廠商各種虛假宣傳跟盜用素材的狀況 真的熱色到哪都是熱色 依照韓國對遊戲相關策略的重視程度 早晚會對這些廠商開砸了 不過這樣也挺哀傷的 他們就會退守台灣繼續搞詐騙了 最後一款是歐美方面的資訊 騰訊的子公司Super Sale 即將在5月29號推出的新遊戲 Scarbuster 玩法是屬於社交加競技類 有點派對遊戲的味道 過於旗下幾款遊戲的角色 也會在本作登場 畫風依舊是承襲熟悉的美式卡通風格 依照廠商過往的營運策略 跟對玩法設計上的方針 只要騰訊沒有過多干預的話 並不會塞入太多課金要素 休閒檔之後可以考慮考慮 最後依舊這個結語 還是老話啊 任何評測本來都是主觀的 反正不管怎麼樣 都一定會有正反意見來留言 看久我也習慣了 我也從不反對課金支持廠商 我更多的是顧慮那些明顯是答辯 或者一些不值得投入遊戲 那你不喜歡我的觀點 那也是尊重祝福嘛 如果你是想看那些未推而推 或者業配版本的頻道 YT上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真的建議你快點拉黑我 追隨他們每次的推薦 完好完滿 我應該也不可能攔著你的雙手 跟手機去下載遊戲 你的信用卡也不放在我的錢包裡面 所以不管你是想課金 屌打遊戲內的玩家 或者提高在網路PVP的鍵盤戰力 我都沒有任何意見 畢竟每個人玩遊戲的方式不同 但你居然因為課金 刻出優越感 難道是當韭菜也當出感情了 想要炫耀財富 去炫車炫房炫生活不是更好嗎 能見度更高還更實際 餐桌聚會上 你說你有跑車豪宅 某某持股或者到處旅遊 不比你說在某款遊戲 站立998的旗玩 來得有排面嗎 還是玩遊戲玩出病了 卻不自知 我還以為WHO講的 遊戲成癮只是誇大其詞 原來真的是無處不在 真的不要太把小小遊戲 當作生活的全部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很辛苦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